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常刑事法的24小时 然后去场可以延长到14天 这样长的一个时间 很多时候会引发用酷刑对待写犯 在这个法文下 它会成立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就有权利延长写犯扣留 达到两年 而且可以无限级的扣留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嫌犯不可以得到理事协助 用理事来为自己辩护 这个权利是被剥夺了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两年的检扣的程序 基本上是只有这个委员 会有权利做出决定 而且是不可以在法庭上 挑战他们的决定的 也就是说法庭基本上 没有权利去检查他们的决定 在这条法文之下 因为司法的权利已经被取消了 这个嫌犯如果真的是清白 但是被误判的话 他根本没有一个司法的程序 去推翻委员会的决定 而且无法用司法来证明他的清白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这个法令会被担用 会被误用 因为没有一个司法的制衡 政府有无限的权利来扣留任何人 比如说你参加一个社会运动 或者是你有一个政治信仰 但是你不是一个正式成立的 一个政党的党员 那么你还是有可能在这个法庭下 被逮捕被拼罪的 社会运动的国业分子 工会各方面的这些成员 都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法庭下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现在就担心 无省性扣留了 是会更进一步打压 言论自由和社会运动 对于政府做出制衡的工作 当然会制造一个 百事恐怖的一个环境 而使到领主体制的发展 进一步的被准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